长津湖作为2021年中国大陆历史战争片 不但夺下了中国国庆党票房冠军 也预约成为今年全世界电影票房之冠 总票房累积到了56.15亿人民币 在中国上映两个月后 终于陆续在国外上映 今天我便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一部电影 大家好我是CJ 喜欢和电影的你 欢迎你订阅电影迪芬妮和我一起观看和讨论电影 电影发生于1950年 当时发生的便是历史上的朝鲜战争 这场战争对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名称 韩战这个名词应该更为海外华语更为熟悉 讲述的就是南韩与北韩的政权之争 韩国在有着美国的支持下勇武激进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越过山巴县的平壤 原山战役中向亚绿津江边的满谱进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好派出中国人民支援军参战 七年连长吴千里也接到了出兵的命令 在与家人匆忙告别后便赶紧往军营报道去了 而弟弟五万里也为了让自己的哥哥刮目相看 是要成为志愿君的他决定跟踪哥哥到军营 开启他的人生之道 长吴湖的成本为中国电影史上最高 总共为美金两亿 两亿为怎么一个概念 Hollywood用这个数目拍出了Titanic Airman Tree和最新的Eternals 而这些数目并没有包括通货膨胀 所谓金钱就是力量 总参演人数可以说是史上浩大 配合起实景拍摄表现出的大气 紧接Hollywood水准 电影也非常自知之明 没有在电影里引入多调整CG 每一场战役都强调着写实两个字 真枪实弹少不了 以往中国电影的慢镜头 到了这部电影都有所收敛 每一场战斗都保持着快节奏进行 悬权到路的肉搏战也让看Risk也沸腾 然而 整部电影看完以后的感觉却是大大的两个字 可惜 整部电影就感觉像制作群互相拖累的感觉 一流的故事背景 一流的卡丝 二流编剧和三流剪接和摄影 那先聊聊卡丝 本电影的角色非常庞大 但让我留下印象的有三个人 莫过于吴金饰演的吴千里 一阳间起饰演的弟弟吴万里 和吴金饰演的七连炮牌排长雷公 吴金的演出依然毫无亮点 就一贯大好爱国青年的性格 纯粹换了戏服来片场演出 吴金却是本片的大亮点 他饰演的雷公不但感觉惊艳老道 而且还透露出老丸通的性格 台上长辈台下兄弟的性格让人喜爱 千禧饰演的吴万里本应该是电影核心 由他的角度引入年轻观众视角 把观众的情绪带入电影内 他的演出却爆受争议 但我觉得这不是演技的问题 倒不如说是电影的剧本大大影响了这个角色的可塑性 那问题就不得不放到剧本上 很奇怪的是 电影看不到一般的三段叙事结构 除了引路角色的起因和轰炸式的经过 电影的结果就只有五分钟左右 而且还是以文字以显示结束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更适合用文系 本电影的三位导演 分别是林超贤、徐克和陈凯歌 三样同间导演的情况之下 电影中肯定就融入了三种风格 个人猜测 陈凯歌负责文系 林超贤负责武系 即为战争场面 而对戏剧在走火入波的徐克老妖 少不了负责本片的特效 以及完善动作场面 电影中文系和武系的比例为二八 三个导演仿佛只说自己的剧本 各自拍摄自己的东西 中间转场异常奇怪 前后场景看不出有任何连接 电影开头三十分钟的文系 是我认为电影最优秀的部分 清楚交代了故事背景和主角人物 无千里离乡那一幕奉献了最好的荧幕镜头 但结束军营以后剧本逐渐失控 不仅硬生生地让每个重要历史人物登场 不但对推进激情毫无帮助 甚至让观众疑惑故事焦点在哪里 刚刚就提到场景间没有连接 战争戏一开始后根本就没看到多少文系 有下三两句的场景解释 就立刻把观众带入下一场战役 完全没有喘息机会 台词继续都是震撼人心的金剧 但都是在给观众喊话的 之前有提到剧本对无万里角色的印象 我为何之前说这与人物演技无关 那也是因为场景对角色的塑造更出了问题 打仗前大家心情早已紧绷到了极点 在大家都有可能伤命的情况之下 军令的存在是最重要的 他既维持着军队里的秩序 也是对抗敌人的一道灵狐 站在有着万里的场景 剧本感觉就围绕着他来转 叛逆的万里在打仗前不但顶撞上司 还无视命令 但这一系列行动没让他受到严厉处罚 全体士兵还一起纵容他 军令早已消失在云霄之外 人是在环境中成长的 但现在整个环境别在他一起闹 但问观众如何能get到他成长的那个点 打仗方面可以说很大方面是由领超前主导 得意移植到了好几部军事动作电影的经验 本片枪战依然利索 而是打仗进行到一半 我就已经认不出视角在谁身上 就只是一味的嘟嘟嘟 加上战争性实在是太长了 竟然让我想起另一位大导 麦克贝的制导风格 大哥 视觉疲劳啊 当然 以仔细观察的话 打仗中还能看到徐克的武侠对峙风格 徐克 徐克 说到你的特效场面 本片的特效前一部分还不错 但长城内部就显得相当粗细 不过这还不是大问题 现在就得讨论本片中我最最讨厌的场景 场景讲述七连躲在岩石堆中不被侦察机发现 场景使用长镜头来拍摄 来显示整支部队的情况和反应 导演 你们被坑了吧 这里的运镜感觉非常诡异好吗 背景肯定是CG 而且质量非常差好吗 不但调整的非常厉害 再加上飞以所思的运镜 整个场景简直就不及格好吗 不得凸显敌军的恶劣性格 你竟然还PPT式的突然间把两位机长放上镜头 隔空喊坏突然消失 最后你竟然给观众完全不认识的15个人脸部特写 对 是一目15个人 这种拍摄想法到底是谁想出来的 这一整个场景不仅拉低了整部电影的审美水准 甚至是对这部电影所有人员的一种耻辱 最后总结一下电影 突兀的简洁和剧情的不完整 对不了解历史人相当不友好 电影想用上帝世界触及每一个历史人物 但却忽略了信息交代 只想拜成轰炸爽辈的本意 让观众更加混乱 如果电影只聚集于千里和万里两兄弟世杰出发 电影应该可以发挥更大的潜力 长津湖并没有拍成一部想让他了解历史的战争片 而是拍成了生懂历史的人们 想看在大场面呈现上的战争片 那么今天的讨论便到此为止 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给我们点赞 然后关注我们哦